前子報林志堅沒有親自抄襲 我來先開場講一下 因為我們都一直認為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們大家講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這個 林志堅一直不敢到台大去 他沒有去過台大對不對 然後他去了中華大學 中華大學結果呢 中華大學他去上了這個鄭文怡 鄭宏怡的節目 宏怡就問他這個 去完中華大學的情況 他對中華大學教授很不滿意 就是他問了一些他13年前的事情 就問他13年前 他認為在一些時序上一直不斷的挑剔跟打轉 他認為是這樣子 他在講他13年前的事情 他對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他不高興 他說你怎麼談我 過去的事情 那我認為 如果是一個學術研究的話 大概你 我今天特別問了我一個小孩 他在美國這個 美國一個很好的大學 練的研究所回來 我就問他一個 我問他很簡單 我說當時你又寫論文 他說有啊 我說如果這個論文 你的這個論文 因為我這個小孩也是台大畢業的 到美國去練 然後我這個小孩就 我就問他 我說如果你現在要面臨有人要問你的論文的 報告內容的話 你拿回來再重新 雖然也是十幾二十年前 你要重新溫習一下的話 你會不會有困難 那沒困難呢 我講一講的話 我就能夠做報告了 為什麼有一個人 明明知道你要去中華大學 你要去學輪會報告 然後十三年前的東西 或是二十年前的東西 你不會自己拿來複習一下 然後就能夠去報告 就好像說我現在如果有人在考驗我二十年前的文章 我談我的研究假設我的研究 我主要研究是兩岸 我兩岸要講出這個所以然 我有一些我自己講法 我的前後不會有矛盾的 我有系統性的可以談這個東西的 那為什麼講不出來 所以我從他 我當時懷疑 蔡英文在家裡面看到他上了 上了3D以後 他就昏倒了 只不搞得你自己的東西講不出來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說今天 才是 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請前一次把這個東西做一個 做一個詳細的補充說明 如果大家有看一下那個林志堅的記者會 他好幾次出來 他的眼神其實是沒有閃爍的 是很愷竊的 他就說我絕對沒有抄襲 我絕對沒有抄襲 後來我才恍然大悟 昨天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內幕才知道 他真的其實是沒有抄襲 他沒有說謊 因為那個論文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寫的 因為我今天為什麼會這麼講 就是說這個消息來源 我當然要替他保密 他是民進黨裡面 其實他是完全知道所有事情內幕 來龍去脈的人 可是因為他也是為了民進黨好 他也是愛民進黨 所以一直到林志堅他退選 宣布退選他才告訴我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那今天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有一個新聞 苦林 我先講一下苦林 苦林他說 他講了一件事情 很多人可能不同意苦林很多觀點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觀點講得很不錯 他說 有三種人不會自己寫論文 就是在職專班的這個論文 政治人物 老闆 還有醫生 你今天是一個市長 董事長 兩位董事長問你 你今天是市長 你會自己寫論文嗎 不會 你底下有秘書 不應該這樣講 我如果當了市長以後 我最驕傲的事情是我沒有學歷 如果 你了解我意思嗎 如果我有能力當桃園市長 或新竹市長 台北工專 我是專科生 我現在專科生對不對 我是專科生 我就很驕傲 我是讀專科啊 讀專科又怎麼樣呢 你先不要管是哪個專科好 因為台北工專是一流的工專 但是很簡單 我不是文科生對不對 可是我要學英文 英文誰教我 自修啊 國際關係 我每天要看New York Time 要看Washington Post 要看CNN怎麼辦啊 那誰教我 自己去看啊 這麼簡單啊 你幾十年讀下來 你就每天就會了嘛 所以我如果 以我的驕傲來講的話 如果我讀新竹市市長 我當新竹市市長 或是當官的話 我最驕傲的事情就是 老子沒有學歷 我最屌 對不對很簡單 我自修嘛 為什麼要去買一個學歷幹嘛 奇怪啊 這個台灣人 心理有問題 你知道嗎 如果當首長也好 當老闆也好 真的是說你假如沒有 把那個位置暫時算是留職停薪還是說先辭掉的話 真的沒時間下 我再講價值觀的問題 王永慶小學沒有畢業啊 多厲害啊 我們老一輩的企業家一個比一個優秀啊 厲害的不得了 那需要去買學歷嗎 王永慶辦了長庚大學 他自己哪裡有 我們希望聽王永慶先生的演講 我們希望聽王永慶先生的演講 都認為這是我們非常榮幸的事情對不對 我說怎麼有 這是一個心理的變態 你了解我意思嗎 我覺得那是太過自卑啦 他沒有自信 因為他如果像兩位董事長這麼自信的話 我關你什麼學歷 我的學歷比 學校還要大 比台大還要大 可是我覺得某種程度小智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是沒有自信的人 那我先來講一下這個 這個來龍去脈好了 為什麼我會想把他講出來 是因為我覺得 我非常的感受到 我們一般人 真的被政黨 就是被現在的執政黨 碾壓 就像是一隻小螞蟻一樣 直接被碾壓過去 而且沒有一個人會為你 呃 講一聲sorry 或是沒有一個人會為你 維護 覺得 覺得你 你 你很可憐 你就像是一隻螞蟻 連螳螂黨局 螳螂的那個手都不夠 都不夠以形容 就是一隻 螂蟻 就是一隻螞蟻 我講的是余政皇 你知道余政皇 因為這件事情 你這件事情已經 已經退選了 所以就可以說出來 余政皇 在過去20多天 事件一爆發的時候 他是不是一個字都沒有說 他完全躲在幕後 那是為什麼 因為 陳明通有跟他講 陳明通打電話給他 作為陳明通的 學生 其實老師是不會常常打給他的 老師打給他跟他講說 你就不要講任何話 由我們來發言 等一下 是陳明通打電話 跟陳明通動員他的學生 打電話給余政皇 沒有動員 就是陳明通自己打給余政皇 叫余政皇不要對外發言 這件事情其實不是秘密了 像黃耀明就有講過 他其實公開問過 陳明通你到底有沒有打電話給余政皇 余政皇 他當然會跟他旁邊的人訴苦 陳明通老師 你知道像一般的學生 你今天已經貴為國安局局長 然後你是一個小小的調查員 我接到我的電話來電視 蔡英文 我一定會說總統好 他一樣啊 陳明通打電話給他 老師打來了 國安局局長打來了 他直接就告訴他說 你不要 講任何話了 你就不要講任何話 所以他忍了20幾天 他都 非常乖巧的 沒有講任何話 可是後來他有點忍不住的是因為 包括國民黨也在弄他 國民黨一直想盡全力把他逼出來 還有各式各樣的壓力出現 把他講得非常難聽 後來他左思右想他終於找到 他想他找一個律師來替他發言好了 所以擬了一個聲明 那個聲明也拿給老師看 就是陳明通看 陳明通說不可以 你不可以發聲明 後來他其實是已經被逼到絕路 他才找了律師來 那個律師是一個比較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律師 他覺得他跟媒體的應對可能沒有這麼厲害 所以他去找了那個有時代背景力量的律師 因為可能跟媒體 媒體有一些接觸 所以就變成你後來看到這個 這個發展 那我要講的是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 就是余政煌 余政煌他因為改題目 改題目之後他就必須來跟這個陳明通 可能他的辦公室啊各種討論 然後這個時間點呢 就是我必須講啦 就是余政煌其實自己自己也 私下跟同學講了 其實寫論文的人就是楊怡林 楊什麼 楊怡林還是楊怡林 楊怡林 就是這個 就是他的助理 寫論文的人是林志堅的 在新竹市政府的助理 對那這次 這次要選市議員 選市議員 楊市議員的候選人 是真正的幫這個林志堅寫論文的人 對 所以 而且甚至不只這樣喔 因為市長沒有時間去上課 所以這個助理有時候還要代替他去上課寫 有時候還要這樣 太離譜了吧 幫他寫論文 然後幫他上課 其實這很普通 需要上課嗎 很多政治人物都這樣 你研究所學分要點名嗎 要上課 要點名喔 另外有很多老師的課 那這些老師都知道 所以台大的國發所的教授在面對林志堅的上課的時候 的態度 都知道有人幫他 這叫做代課 代課 我不知道 書童代課是幾次出席 可是我知道他有去學校幫老闆上過課 去聽課 如果這個 楊林儀 楊林儀 我們找到名字了 楊沐逸 林是 林當的林 儀就是這個 便宜的儀 而且董事長其實不只楊林儀寫 還有另外一個助理 也是林志堅辦公室 有兩個助理一起幫忙 都代讀 代讀沒有 代讀沒有兩個人 代寫 代寫這一本論文 這也就是為什麼 陳明通不是有出示一封Email嗎 楊林儀這件事情有媒體有公開嗎 大家知道楊 大家知道楊林儀是他助理啊 不是 這是代讀的事情 不知道 所以 現在大家聽到了 我們在這邊有事情 楊林儀有本事來告我 是這個消息來源就是我 是我告訴這個錢紙的好不好 有事算我的 我現在跟你講很簡單 楊林儀也不用錢了吧 你現在不要很熱 你現在不要很熱 我害怕 我們的冷氣壞掉了 冷氣壞掉了 完全沒有瘋 我們冷氣壞掉了 冷氣有故障 抱歉 害我現在開始流害我了 支持一下 我們要搞到9點10分 抱歉 但是楊林儀 我先講楊林儀 楊林儀 他是一個 幫林志堅代讀的人 然後也代課 董事長這個部分我覺得可能 因為可能還是要需要 他到底去幫他上過幾次課 我不知道 可能有幫他抄筆記 或者是幫他整理一些老師講話的重點 不管他啦 反正就是楊林儀 是幫他 這個幫他寫的吧 幫他寫的文章 實實在在的部分就是說 你看這個 陳平通不是有公佈一個E-mail嗎 E-mail不是寫 林儀 請 就是那個 也是林儀的 所以陳平通也知道 林儀的E-mail 對E-mail他把檔案寄給楊林儀啊 不是寄給林志堅啊 陳平通寄給楊林儀 叫楊林儀來抄 叫楊林儀轉給林志堅 可是你覺得他會轉給林志堅嗎 那一定是楊林儀來寫啊 楊姓助理來寫啊 所以就講清楚了嘛 這個事情我再幫你重複一下好不好 陳平通E-mail給楊林儀 楊林儀就把這個 那個叫什麼名字 那個 那個材料 那是國發 那個 調查局那個 楊 那個 余正煌 余正煌 陳平通把余正煌的資料E-mail給楊林儀 是不是這樣講 楊林儀拿到資料以後 再去做這邊抄襲的來源 就變成抄襲的文本嘛 是不是 楊林儀本人可能 很可能還涉及到去幫陳平幫這個林志堅去代課 其實我就問楊儀那個林儀 就是楊小姐 你有沒有講過說完蛋了 我論文寫不出來 我老闆閉不了業了 如果你沒想過 他為什麼講這句話 因為他要求助 他寫不出來 今天 不是每一個助理都可以把那文寫出來 關鍵點在於 關鍵點在於楊小姐你有沒有講過說完蛋了 他是帶著哭音說完蛋了 我的論文寫不出來了 我老闆閉不了業了 他為什麼講這句話 他要負責就對了 他要求救 他要求救 今天老闆把這個任務交給你 這是你的duty 你沒有完成任務 你該怎麼辦 老闆閉不了業了 林志堅太低級了吧 林志堅考了半天 他連這個 從頭到尾就跟他沒關係就對了吧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人叫我不要插嘴 應該要被揭發的原因是 我相信不只林志堅 林志堅是因為他要選桃園市市長 所以他被 拿出來審視 我相信有非常多政治人物 他的論文根本 不是自己寫的 抄襲都還是小事 代寫 或者是找助理寫 那助理如果他今天領的是市府的薪水 領的是我們國家的公堂 他去幫你 為了要粉飾你的學歷 來幫你寫這本論文 這樣合理嗎 所以這件事情應該是從根本的來檢討 還有一件事情我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也就是余政煌 余政煌作為一個小小的調查員 他關他什麼事 他真的超倒楣的 他好心 他好心 不能 他各種理由 我不知道他的動機 或他的背景 或是他的理由 他為什麼願意分享他自己的東西給別人 可是事實上 他今天這個舉動 帶給他非常多的後悔 我不知道他心裡後不後悔 因為我不認識他 可是你知道嗎 他家裡其實 有發現一些 他家子 他家裡有喪事 他都不能把他的名字寫在複文上 因為他非常擔心媒體看到複文 媒體很厲害 看到複文 就像那時候林秉書事件一樣 他可能會衝去林堂 來賭賣 要找人 所以各種的可憐 你就可以看到 作為一個小小的調查員 他到底做錯什麼事情 他聽老師的話 然後呢 今天你知道在這個過程中 有多少民進黨的人 跑去跟余政煌講說 你今天沒有要選舉 你為什麼要出來 你就不要搞這些事了 你沒有要選舉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凸顯 最可怕的事情是 民進黨內部有很多人知道 余政煉 余政煌 余政煌是無辜的 是林志堅抄余政煌的論文 有非常多人知道 我不知道蔡英文知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 到現在他應該知道 有超多人知道 可是他們要余政煌 不要講話 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說 你沒有要選舉 林志堅要選舉 所以你就不要講話 副大局 民進黨用這樣 對他有什麼好處 民進黨用這樣子的方式 碾壓一個小調查員 碾壓一隻螞蟻 碾壓一個小人物 然後他的家人 他的自親 離世 往生了 他要辦喪事 他居然連他的副文上面 不敢印他自己的名字 我覺得很悲哀啦 這才是悲哀喔 因為他如果印他自己的名字 余政煌的話 馬上媒體就會知道 就會到 殯儀館或類似辦喪事的地方 去賭他 去賭麥 因為我們台灣的媒體 你也知道他不會客氣的 這也是都是嗜血性的動物 所以余政煌連 他爸 不知道講他自親的傷勢 他都 不敢露面去辦 這邊然後他 憋到這種程度 然後現在還要被人家 被人家怎麼樣 被人家 現在所有的民進黨還怪他 對不對 我的消息來源其實就是 他就是看 看著這一切事情發生的人 那當然我覺得 對於很多年輕的政治工作者來說 這件事情是非常讓他們shock的 你要知道喔 就是 Mina拿下天下 就像董事長講的 過去大家是有理想 可是現在 年輕一輩的人 睜著 眼睛這麼閃亮的年輕人進來之後 他會發現說 如果你把頭髮梳得油油的 如果你把身材練得好好的 如果你看起來 是溫文如雅乾乾淨淨的 就是像這個林志堅一樣 然後你對外就講你如何愛老婆 你如何 你如何的這個 這個愛家愛老婆 好像就可以 變成像 複製像林志堅這樣子的一個 是老男人 彈聚的網紅角色 好的一個論鏡 我覺得到底民進黨要 先不要講你要帶領這個國家到哪裡去好了 先講說你到底要 怎麼樣 對得起 我不知道因為我不是民進黨的創始人 我也不是民進黨的 你到底要怎麼樣 對得起那一些 創立黨的人 你已經把民進黨帶到一個 讓人家覺得 讓這些年輕的人 會 也許就會紛紛的離開 或者是他就是往更墮落的方向走了 你對於 我不知道余正煌是什麼 什麼 什麼黨派 沒有 公務員什麼黨派 調查局 可是你用這樣的 用你們的一個這個黨的機器 國家機器 然後只是為了要勝選 就可以這樣碾壓人家的名譽 這是他的名譽 這是他的清白 這是他的血汗 他的論文 儘管我也覺得他的論文品質 對不起 宇先生 我覺得你的論文品質沒有很好 因為我有去看了前面跟後面幾張 我沒有全部讀完 你的論文品質沒有非常好 因為在很短的時間寫好的 那是因為他改題目 大家知道那個前因後果 可是 那是他的血汗寫出來的 你就這樣把他的名譽 把他的人格 把他的血汗全部摧毀 這算什麼 這算什麼 我們國家還需要有公平正義嗎 毫無公平正義可言 對不對 今天 所以今天 今天 這個宇君前史在這邊 說明了整件事情 等於還給余正煌 一個公道 然後余正煌我現在 對憤怒的事情 他連他的至今 要在辦喪事的時候 他都不敢出面 人世間的悲哀 有到這麼悲慘的程度嗎 民進黨的還有血 還有血有淚嗎 民進黨這個黨 還夠資格來領導台灣嗎 這是不要臉一個政黨 蔡英文自己要今天看完我們這一段的錄影 你自己悶心自問 你晚上能夠睡得著覺嗎 謝謝 你